搭电梯直上约20层楼高 就来到文化局与远见杂志 携手合作打造的 基隆塔远见人文空间 这座空中人文书店 趣味独特 居高临下 让人沉浸在山海城当中 带给民众很不一样的感受 但是感觉还不错啦 基隆难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景点 以前都没有在那边玩过 然后像你在拍照 这种空间你觉得不好 可以啊 你看外面很漂亮 副市长邱佩玲 马上成为书店的消费者 用行动来支持 希望这边生意更好啊 看起来很可爱啊 都是动物的啊 很可爱 很疗愈看起来 很舒服 而且部长是不是帮我们讲一下 说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呼吁大家以后多来 好 其实在上海的 在台北的我常去 那我觉得台北就是一个 很好大家聊天的空间 能够把这么好的一个远见 移到基隆 我觉得是很感动的 那刚才高教授也说了 远见其实是应该动词 让我们大家更有远见 我觉得在这么好的地点 有这么好的一个读书 跟买书的环境 是基隆人所需要的 开幕现场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 跟许多议员和贵宾 共同来开箱这个人文空间 大家对于这里的景观 跟设计巧思觉得很惊艳 这里除了陈列一些 具有国际视野 及在地人文选书 让民众阅读之外 也会邀请不同领域知名作家 举办阅读讲座 这个非常谢谢 这个谢市长的邀请 是我们在台北的人文空间 有机会到基隆来 那么市长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爱YouTube的人 这么多年在美国念书工作等等 永远没有忘记 读书在他那个年代都重要 任何年代都重要 我自己一辈子是读书 教书 写书 而且也出版书 那么任何人说 今天我在基隆 会不会好像偏僻一点 不是在台北市 No not at all 你现在在基隆 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比大多是欠缺的 因为书在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 尤其现在这么样的方便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 好的空间之后 可以邀请到那些作者 亲自到这来跟大家见面 然后大家透过 大家彼此见面 讨论 聚会 把基隆变得更有人文的食材 而且这个环境是那么的好 居高临下 又看到海 又看到建筑 基隆人非常非常幸福 我们谢谢高教授 创办人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人文空间的合作 能够大家共同的来邀请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邀请更多这些远见 国内外都是最著名的作者 可以到基隆来 做签书会 做新书发表会 让他们也认识基隆 但是让 透过他们也让世界可以 多跟基隆有个联结 好 谢谢 对于这边的空间设计 您看了之后感觉 我觉得很明亮 那跟空书又有不同的对比 那这边的确就是一个 很好的阅读空间 非常棒 另外 市长谢国良也参观 位在基隆塔最上层的空书屋 这里融合了文化餐饮 结合书香 茶香与美食 也成为基隆塔的另一处 精彩的文化空间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